好镜头带你来关心到南区副理乡长当选人张荣荣 两度为宣誓就职 那么就在6月18号将会补选乡长 那么总共有四个人来参选 包括了代理乡长江东成 前乡长苏孝信 新兴村长刘文祥 以及政治素人彭林芬等四位 那么竞争相当激烈 其中现任的新兴村长刘文祥说 这一次会出来参选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希望由副理人来当乡长 自己人来当家做主 副理乡长当选人张荣荣 两度为宣誓就职 6月18号将补选乡长 总共有四人参选 其中参选的现任新兴村长刘文祥说 这一次会出来参选目的很简单 就是希望由副理人当乡长 自己人来当家做主 是新兴村 三任的村长 为了副理 所以我这一次来参选这一次的普选 已经连任三届的新兴村长刘文祥55岁 受到当地村民的喜爱 也认为他是很认真付出的村长 刘文祥说这一次出来参选乡长表示 他是有压力 但是他不畏惧 参选理念至少说我是从基层做起 也比较了解说我们副理乡所需要的东西 每一个村就是村长最了解这些建设 还是服务 所以这次的参选 就是为了副理人 让副理人有替自己的家乡来服务 代理乡长江东城 前乡长苏孝信 新兴村长刘文祥 政治素人宏林芬 总共四人登记这一次的补选 补选将在6月18号会投票 预料将是一场激烈竞争 记者高双双副理乡赛鹏报道